哈囉 跟大家講一下喔 你們收到日本草莓呢 要怎麼樣去保存 很多人在問我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今天晚上呢 買回來的 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們收到啊 就直接打開 稍微的做檢查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出貨的時候 都已經會做檢查 所以一個人 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狀況 來 那像我啊 我自己收到草莓呢 我都會擺常溫 我就這樣打開通風 我會把這個拿起來 然後打開通風 我就直接擺常溫 我大概三天內 我就會吃光它 那如果你們沒有 像我吃這麼快的話呢 來 我教你們什麼方法 進去冰箱之前呢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先拿衛生紙這樣對折 如果你們家有 廚房紙巾啊 或衛生紙 都可以 這樣蓋起來 然後呢 再把這個東西 這個膜 把它再貼回去 這樣子進去冰箱 好不好 來 就大家講一下 這樣弄好之後啊 我就可以直接放到 冰箱的最底層喔 直接把它蓋起來 關起來 這樣就完成囉